宫心忌二太子妃的孩子没了,最可怜的不是王真,而是李隆基。 由胡定心,马俊伟,刘新忧,陈伟,肖正南,马国明等人领衔主演电视剧《宫心忌二》,《深宫忌》开播以来,就广受好评。 在最新的剧情中,太子妃王真忠于亲口把自己怀孕的喜讯告诉了太子李隆基,期盼多年的李隆基知道自己就快要做父亲了,顿时大喜过望,他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好兄弟认三数和和离,三个人为了庆祝李隆基天司灵,一起饮酒庆祝,大醉了一场。 然而乐极生悲,就在李隆基尽情庆祝太子妃怀孕的时候,太子妃的孩子却突然没了。 原来太子妃之前为了嫁给李隆基,狠心把妹妹王家给害死了,心中有鬼的她在梦中遭到王家索命,一个不小心,从床上摔了下来,就是这一摔,太子妃流产了,肚子里的孩子没了。 没有保住自己的孩子,王真非常难受,但他不是最可怜的,因为恶有恶报,他为了嫁李隆基害死王家,现在报应在自己的孩子身上,这只能算是还诈给王家。 太子妃的孩子没了,最可怜的人不是王真,而是她,是李隆基。她经历了悲喜两重天。 刚刚还以为天四眼,转眼就什么都没有了,并且太医还告诉她,太子妃体质虚弱,经历这次流产,伤气耗血,导致气血双亏,而且还伤到了冲刃二脉,胎缘不顾,以后再也没有办法怀孕生育了。 李隆基面临的不仅是失去一个孩子,而是如果传出太子妃流产无法再生育的消息,将会让拥护李隆基的人非常伤心,无所依规,动摇军心。 如果让反对李隆基的人知道,就会及此机会,脱谋造势,将会牵涉到自己的皇位。 还好李隆基聪明过人,遭做了防备,及时把知道此事的太医送回了老家,了却了后患。 虽然现在太子妃王珍和李隆基感情深厚,两人仍旧恩爱有加。 但随着时间推移,李隆基登基称帝,肯定是需要皇嗣来继承李唐的江山,那么这位无法生育的皇后就要彻底尴尬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